各位,我一直都認為英國被香港人拿著BNO去英國居留 這個是只有港字 就算當他真的,有人都跟他分析過 到底影響了多大呢? 有人說原來只是1983年之前出生的人才有BNO 現在這班二十多歲的蟑螂就沒有份了 而且BNO是不可以傳給子女的 這個我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即是說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才可以用難民身份去申請去英國 那有什麼用呢?四十幾少人在英國重新來過嗎? 很難找工作,又不能夠為及子女 根本就很少人申請 這個計劃只是一場廢話,根本就很少人申請 最終最多是一萬多千人去 大家可以從事看一看英國其他的做法 當時曾經提及被烏干大人申請英國居留 但英國還要篩選的 只是有主要人士申請 律師、醫生、會計師、建築師等等 最終只有兩三萬人有資格 英國人表面上做過大好人 但他其實已經計算了 根本很少人合資格 也很少人有興趣 這個所謂offer CP值很高 但因為成本低 聲譽回報好 英國人就玩政治老手 加上英國負債頗高 如果沒有強的經濟基礎的人 英國會用各種手法拒絕門外 至於國內納稅多年的公民也不公平 所以英國政府更加會要求 繳加35年的指令稅金才能有公民資格 或者福利等等 絕對沒有你們想的什麼人權 便宜給香港的暴徒 再說 當英國查詢香港政府犯罪紀錄的時候 已經是對黃絲港獨一個拒絕入境的大理由 所以他說可以 實際上做 我一樣 我仍然認為 這是只有港字 現在 人大已經贊成了 為香港設立國安法 已經到了 英國只有學習 只有港字 說一下 大家可以放心 其實 在我來說 如果英國願意接收那二十多歲的蟑螂 其實香港人會拍手 因為我們走了一些暴徒 香港寧靜很多 可惜 英國不會要 最好它要